無線節目《中年好聲音》 日前進行了10強淘汰賽 這集的嘉賓評審Eric Kwok 更會根據12強本部曲表現 選出MVP 最終大熱之一的顏智恆 就憑著犧牲獲得樹榮 顏智恆感激Eric Kwok 看得出他為了追尋音樂夢 犧牲了很多 顏智恆的太太在比賽前默默支持他 以前更會為他報名過不少比賽 為他打氣和臭小朋友 翻查眼智恆太太Fionn的社交平台 他是任職保險經紀 曾經公開過自己的掃顏照 完全看不出已經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保持得非常好 如果當年決定出道做明星 肯定有爆紅的潛質